另外呢 再到国内 针对鼎芯的黑心饲料油案 彰化检方昨天晚上已经申请积压 鼎芯的质油平保组长等三个人 不过呢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积压亭还在进行当中 彰化检方昨天是先到了 鼎芯的屏东油厂搜索 并且带回七个人询问 其中负责卖越南饲料油 给鼎芯的贸易公司负责人杨正义 还有鼎芯的平保组长蔡俊勇 以及退休的前总经理长梅峰 这三个人 他们牵涉到疑似 明知油瓶有问题 却还是有买卖的行为 而且还涉及开出不实的证明 现在警方申请将三个人给积压觐件 不过积压瓶现在还在持续当中